- 瞄殺小啦! 首支MAJOR不敗之師 Navi贏的PGL MAJOR 2021冠軍 沒有輸過耶 這系列賽 一敗難求耶 是沒輸過 太狠了 但也是很合理的啦 他們就是整個團隊 要戰術也有點戰術啊 然後 要鋼槍的幾乎有兩三個都很鋼啊 要打配合也不是配合的不好 那我覺得G2就輸在 有些人真的就是不在狀況內吧 可能真的很緊張還是怎麼樣的 可能不在狀況內 當然這個遊戲 這遊戲有時候也是會吃一點手感 沒辦法 這遊戲難啦 這遊戲真的難 當這遊戲的職業選手 最重要的點就在 你要怎麼調整你在場上的那個啊 手感 就是很重要 一定會有手感差的時候啊 不管是誰 沒有人手感一定都很好的啊 Simple啊什麼的 一堆打得很好的人 也是都會有那種手感不好的時候 那就是要看他們怎麼調整 這就是職業選手 必備的那個吧 條件吧 就是要去調整他 他在手感不好的時候 要怎麼調整回來 11月6號是怎麼調整心情的 呃 老實講啦 老實講 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是很專注在 就是在APEX裡面 我也沒有多想 反正隊友怎麼摳 那我就 我就怎麼走 人來了 我就 能打我就打 啊 該躲的時候我就躲 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也沒有多想什麼 我也沒有放什麼情緒 也許 也許 你說會很不爽 那是很正常的 畢竟我本來就有點 那天本來就有點不爽 但我在比賽當下 我其實是 算是很專注在 專注在遊戲裡面 我也沒有多想什麼 我也沒有放什麼 私人的情感在比賽裡面啊 也沒有啊 就是隊友怎麼摳 我就怎麼打 人來人來我就幹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也確實嗎 機會 那個人來了我就幹了 哪一次我鋼槍鋼輸別人 我老六那一場 也是鋼了兩個人 那也沒辦法 後面有一堆黃雀來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多打的 我也沒有可以再繼續打的 那個選擇 當然是選擇躲起來 鑽名刺分 現在M4主流 是不是從A4變成A1S 沒有 現在是看 好像是看地圖拿的 你只要是近距離爆發的圖 有些選手會換成 一樣會換成A4 如果是一些比較遠的 點頭的 有些會換成A1S 那也是看選手啦 可是我發現 有人會換 有人是 就是跟以前一樣 會就是拿一種 可是有些人會換 看地圖去選 Apex第幾名 第四吧 還第五 我也忘記了 3MN3MN Inside 第一盲是家瑋那一組 他們那一組 那個SYN跟家瑋 兩個人加起來太強了 所以最主要是SYN會摳 家瑋也算會玩的 他們那一組有點太強了 你假如給龜狗也配一個會摳的 基本上龜狗那一組 搞不好也很能打 那是因為龜狗 龜狗又要摳 又要打人 他可能也 沒有那麼有辦法 一次顧慮那麼多吧 柏勒是選手 是喔 那怎麼都龜狗在摳 柏勒有打 我有去看一下龜狗有回撥啊 因為有人一直在 在湊 在湊他們那一隊的人 我就去看了一下 我只知道龜狗一直在摳 一直在摳 一直在摳子喵喵 可能就沒有辦法很認真打吧 每個人就跟我一樣啊 我打C值我也不知道要打什麼戰術 我也不會摳啊 有些人就是特別會 我C值打那麼久 我還是不懂怎麼打戰術 我只知道對我叫我說什麼 好我就做 我把我的分類事情做好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 摳子喵喵誰都受不了 摳要打清楚 哪一個摳要打清楚 董哥帶兩個妹妹 我跟你講帶兩個妹妹真的太難了 雖然說可能很甜啊 整個很香啊 但應該是很難打 不能說妹妹怎麼樣啊 就可能搞不好她被一亂情迷啊 幹你娘勒 我在看聊天室 除非這個女的很會玩啊 就是可能很常玩 或者是一直都專門在玩這遊戲的 不然你要一次摳兩個女生 就算他們可能懂一點射擊遊戲 但他們可能不是專門在玩這遊戲的 也是有一點難度的啊 搞不好今天換打R6 搞不好他們就冠軍了 摳兩個真的受不了啊 那個手那個嘴巴真的會很痠欸 一次摳這麼多個 阿OW他是他們第幾名 第二第三 我也不知道 我那天也沒有很注意去看 反正輸贏到精彩欸 好玩 有錢賺就好 其他隊伍是來約會的 好色喔 小賢仔跟RV約會 好多我 搜射 欸 欸 SANDWICH 好多你一名 SANDWICH TOO SIDE TOO SIDE 欸 這個藍色他的媽的 中級老六 死不出欸 不出就是不出欸 A side DX,DX,Be careful purple,1DX Only one 1A I have one 1A Deadeadead 1A 9 我好 我廢超 一 RB,更邪 不會 這種遊戲 我覺得射擊遊戲 沒有那麼好上手 一兩個月就很強 SIMPLE打了那麼多年拿不到冠軍 去死意思好了 希望下次別再抽到RB 證明自己也證明RB 證明RB不是血咖是不是 RB證明自己不是血咖就對了 證明RB要有你才強 也沒有啦 差不多啦 搞一些射擊的東西 堵堵動了就好 昨天有看比賽嗎 有啊 完了他在看聊天室 ShowShow BackBack G2第二算暴冷了嗎 也沒有吧 其實大家心裡也知道Navi一定贏的 也不是一定啦 贏面很大啦 大家心裡也都在在的啦 都知道Navi今年是贏面很大的隊伍 DK第二算暴冷嗎 DK第二就絕對是暴冷 真的很暴冷 我們FS不要算暴冷嗎 沒有啦 這隊友打的比我好 一定贏的啦 要贏也不是不能贏 就一些圈的問題 一直跑圈 跑圈也會累的 跑圈就把體力花光了 DONICO扛 他還扛了一個阿嬤好不好 NICO一次扛了快兩個人 沒得打 是不是想退役了 一定會想要休息一下的吧 他每年都在準備 每年都在準備 每年都在準備 每年都輸 一定會想要休息一下的 好像不會比較好 Kenny S回來也沒有用吧 沒有道理把Kenny S放到二軍好嗎 不可能因為NICO加入就把他放到二軍 他狀態好要贏 也不是不可能贏 他是 他是狙擊手 打不出狙擊手該有的樣子 那有什麼辦法 其實G2跟小蜜蜂 都是一個陣容的問題吧 就是你一定要 要嘛就是換人嘛 要嘛就是要做調整 像那個阿曼尼克 他有些時候一直在瘋狂熄火 這就很像之前Face打 之前Face的刮敵人 你懂嗎 Face的刮敵人也是沒有什麼作用 你就站在一個位置 你狙擊也不行 步槍也不行 那你這個人到底來幹嘛的 那叫我上去打就好啦 要你幹嘛 G2就插我這把G了吧 NICO 我也是你的混輸啊 NICO 打電話啦 打一下電話了吧 Pulence Pulence Dead Pulence Dead Pulence 缺一個狙擊手 那也沒辦法 有時候狙擊槍 狙擊槍就是這麼 就是這麼重要 畢竟你一槍就能殺一個 對不對 又可以很遠的距離 又不用打頭 打身體就死了 狙擊槍就這麼重要 NICO 打給我 小蜜蜂其實真的也沒有到很爛 但可能就是陣容 或者是配合吧 覺得一載物的 以前這樣看起來 載物也沒有多爛 說實在 現在G2都步槍手 肯尼S放後補 我看你是不懂CS喔 我就跟你講他狙擊槍就不行了 他狙擊槍不行 步槍可以 他會被下放嗎 不可能啊 因為NICO NICO也可以扛G啊 他搞不好就是連步槍 步槍都打不出個鳥蛋 才被下放的 他就可能就是連步槍都打不出個蛋啊 你好像是雲觀眾 你好像沒有在看比賽 誰會不知道這個遊戲有步槍 步槍手也很猛 對不對 不可能因為他是狙擊手 狙擊打不好 但他步槍很猛就把他下放吧 不可能 他可能他 他就是狀態不好 搞不好他就想當大哥啊 問題是G2來了一個NICO 他怎麼當大哥 NICO怎麼講 狙擊搞不好現在比他猛 對不對 步槍他又剛不贏NICO 搞不好他想當大哥 他怎麼當 他現在G又不猛 步槍搞不好剛不贏NICO 這樣怎麼當大哥 當個小老弟比較實在啦 畢特幾歲 18歲而已 他昨天有講啊 昨天訪問的時候他就有講 那個賽平就說 你現在18歲就有這樣成績什麼什麼的 後面我就聽不懂 那個胖子幾歲 胖球我就沒有研究啊 應該也是20幾吧 B Show 1 欸有兩個人了 三個人跑來回啊 兩個人去哪 打手箱哦 有我就贏了 也是啦 就是我也算蠻穩定的啦 就愈強則強 愈弱愈弱的那一種 越強的我愈愛啊 愈強勢的人我愈爽 單換simple 那是簡簡單單好不好 就跟他的名字一樣 簡單 比賽型玩家沒有 我覺得比賽這種東西 比賽這種東西很看心態 有時候就真的會被心態搞到 比賽這種東西很難 選手選手要克服的就是 那種心態的問題 不能崩你知道嗎 玩一點 你就能砲槍你也不能崩 比賽這個心態很難調整 卡拉夫心態好嗎 心態應該不錯吧 老人心態都不錯啦 紅心就是心態爆炸所以輸了 紅心什麼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紅心是那個 陳皓南那個紅心嗎 A星 A星已經是過去式啦 A星再把五個人組回來 他們應該也沒有那個 他們打的 他們打的應該就是一種感覺吧 我覺得啦 他們現在搞不好就打一種感覺 要他們退役他們捨不得 要他們打 他們又拿了那麼多冠軍 搞不好他們也懶得打 就打了是一種感覺而已吧 就是想要把 就打的是一個熱情吧 我在想 就打一個熱情的 冠軍他們也拿幾座 Major好像也拿兩座 還三座 還幾座 忘記了 冠軍更是不用講 大大小小的比賽 一大堆 對啊 都拿三座 他們搞不好打的就是一種感覺 或者是 有點算陪練吧 就是他們可能老的帶年輕的 就是要慢慢帶 就給他們一點觀念 給他們一點信心喊話什麼的